H图桿跟V图函数 其实我们先来看 一样是V图函数 像这边有一个 这个销量 是七万五 七万五 你想说销量在这个范围 在七万 七万九 七万九的话 应该会落在这里 到这里 所以应该是十五% 所以十五%抓过来的话 你要怎么查呢 特别这样一样 先油标放提存率 插入那个我们的 简式与称照最下面这个 那查什么呢 查这个七万九 Table Array是 在哪个范围呢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 下面这个范围 那Color Index意思说 你要查回来的是第几栏 因为这个范围有几栏呢 一二三 OK 所以我要是第三栏的东西 那Range Lookup 特别注意哦 我刚讲 如果你输入零的话 那你一定查不到东西 为什么 因为这边根本没有七万九 它只有找接近的 那最接近的是七万五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你输入什么 输入一 帮你找最接近的 OK按确定 自动帮你把百分之数带过来 这个一样 这个刚刚有类似的 所以后面很多题 都会用到V乱函数 V乱函数 工作里面用到的几率 非常的大 OK 那当然如果你资料是横向的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就不能 比如说栏位名称 它不在上面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V乱函数 不过其实说真的 其实一般工作里面 栏位名称在左边的几率 应该蛮低的 即便有 我建议可能最好你干脆把它转个方向算 为什么 因为有的左边有的上面 一般还是放上面比较多 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说你要把它反个 把栏位名称放上面 把它转一个90度的话 应该会吧 如果你希望把这个资料转个90度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呢 复制之后 把这个放在复制 选择性贴上 这边有个选择性贴上 可不可以应该有用过吧 叫什么呢 转字 OK 按确定 有没有 转过来 转字 它就把 横的变重的 OK 这功能一定要会啊 之前有听过有人不会这个功能 不会这个功能 那就有麻烦了 有没有 明明很简单贴上就搞定是 它可能要慢慢在搬 那这样不是很浪费时间 记得 选择性贴上要转字 不过如果刚好如果在横向 那我们就用横向练习 查CD2的入固数量 入固数量是这一列 单价是这一列 CD2在这里 所以要查这两个 然后那怎么查第一个一样用HLUGA 所以在简视于参照里面 找到那个HLUGA 那LUGAVALUE是CD2 所以你就打个CZ2 好了OK 那一开之后的话 特别水哦 其实一开之后呢 这个函数呢 它不会自动帮你加什么 双一套 所以特别水哦 它不会帮你加 所以你不要特别 不要忘了 你没加的话 结果一定是错误哦 OK 一定是一个文字哦 这个函数它不会加 TableArray是指的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其他资料 就这一个范围 RowIndex Row的话指的是列 哪一列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呢 1 2 我要第二列 OK把第二列带过来 比对方式的话要完全一样 输入0就可以了 好按确定 他把25带过来 CZ225 那单价的话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直接拿来改比较快 直接就贴上 然后这边的话呢 应该就把第二列 改为什么 单价是在 第三列 有没有 按着打勾就可以了 OK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向右拉 自动产生 也可以啦 只是好像他向右拉 他的效益太低了 如果说这边还有很多蓝的话 你可以向右 可是问你向右拉 2变3变4变5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关键还在这里 这边是2 对不对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取得 向右拉自动产生下一个资料的数字 其实这边有没有 重向是弱对不对 横向的话 记得叫Column Column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Column 小瓜糊 那他刚好现在在第二栏 所以你如果打勾的话 他刚好也是25 为什么 因为刚好参照到就是 他不是B 他回来是数字 第几栏 所以如果你向右拉刚刚好的话 其实就把这个数一下 这个的话呢 按F4 不过这里的话 不是锁列 应该是锁蓝 为什么 因为向右拉 向右拉的话 蓝会变 列不会变 OK 所以这边打勾 你把它向右填满 最后 一样抓到58 为什么 因为他 C缆 回来就是3 他回来是数字 不是C OK 那 这个提存率 也是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列行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